从台南起家的海鲜塔火锅一度造成排队旋风 而如今业者也北上展店了 比起北部同性质的店家 他们决定做出差异化 上市老板就亲自到了渔港采买特殊食材 比如说是超大的文葛、马蹄葛 还有肉质Q弹的脚虾 五层的海鲜塔能吃到20种的食材 客单价落在400到600元之间 也让北部的消费者直呼很划算 三点蟹和红巡活跳跳现抓现杀 撒上蒜头姜丝清蒸就很对味 这样的海鲜塔一共有五层 只见老板用料不手软 套举一次就摆了四只 欧阿仪和石狗公也是放好放满 不过最夸张的就是贝类了 有超大的文葛、马蹄葛 还有海瓜子、鲍鱼等八样 阵容坚强 一上桌必定让顾客惊呼连连 还喜欢吗 上菜哟 贝类跟虾类都很喜欢 因为它种类很多 而且饭量又很足 而且很新鲜 料很饱 超大颗的 还有那个花枝浆啊 那花枝浆是他们台南纯手工做的 真的很好吃耶 另外最细筋的则是满满白虾铺底 接着放上肉质饱满的白刺虾 而体型最大的脚虾 成本相对较高 但一次也是摆上两只 海鲜盘宛如悬眉比赛征集豆豔 清蒸海鲜的精华 则往下滴落到最底下的沙茶火锅 甚至还能煮粥一锅多吃 这家从台南起家的排队名店 目前全台已经开了五家分店 台北店负责人庄正林 其实是贩路出家 过去当了十年的职业军人 也做过房仲 砸下百万元 决定踏入餐饮业后 他勤跑渔港从零开始学习 一点先去基隆嘛 基隆砍栽点 然后之后回来再去中央渔市 然后隔天到早上的时候再去渔港 就是为了要找到我想要找的海鲜 把我们这边有在卖的 尽量种类让它丰富一点 亲自采买同时省下了盘商抽成 单单一家小店海鲜却能达到20种以上 而庄正林的另一个坚持便在火锅汤头 猪大骨 鸡爪 鸡胸骨得分别烫过去除杂质 再放进老汤熬煮4小时 并利用洋葱和甘蔗来增加甜味 觉得它的汤口不错 很鲜甜 很清爽 而庄正林也在蘸酱下功夫 海鲜可以搭配特制酸甜酱汁 而沙茶酱里头则多加了樱花虾来增加香气 沾着手工鱼酥一起入口 保留住台南偏甜口味的特色 我是希望能够抓住我当初在台南第一次吃的时候的冲击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口味不能变 第二个我坚持就是要产品的多样化 如今假日巅峰 餐厅可以翻桌三次左右 客单价落在400到600元之间 从台南发迹的海鲜塔沙茶锅 也成功掳获北部消费者的心 东三残星 我猜要打邱清辉 新北市报道